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也在金門文化局辦了一次個展 老師妳有畫過中心座嗎 中心座沒有 妳小時候有住過中心座嗎 有住了很久 妳幾年搬禮了 幾年才結婚以後才 嫁出去之後 所以妳有住過那個處理八三平大的嗎 有 妳那時候可能只有幾歲 那時候都燒煤球 燒煤球必須要用那個松木 松葉來 所以我們都到山上 那個時候彰化博龍的時候還沒有成立 那邊種了很多的松樹 還有橄欖樹 所以每一家那個蛋麻蛋 這個風景就是我們台灣的一般普通的風景 然後呢我們就用線條勾勒用彩色去冰分的 用我們去體會抓住它瞬間的眉 然後用心靈去感受畫出來的 我們是我們內心裡面祈求世界和平平安 世界不要有戰爭 這個沒有先人努力 沒有我們現在的這個歲月就好 這個整個畫面呢看起來呢很平緩 其實它有點像太極 緩緩的很平緩 可是呢實際上它是充滿了一個內斂 很有勁的 我們老百姓的這麼和平相處很努力 這月二十五號彰化電文化學 特別在我們建立美術館 安排我們這個美術展示展地 一百零五棒 常蓮芳老師的西畫特展 那常老師呢他主題呢是在青島 那幼年時候學的這個父母呢 轉轉來到台灣定居在我們彰化 他是我們陽明國中的退休運務老師 不過呢老師退休之後呢就這個投入藝術創作 那老師也曾經獲得我們中部美展 以及這個全國公教美展 一個優選的佳金 老師呢非常喜歡畫畫 也非常喜歡旅遊 所以他常常把這個旅遊所看到的景物呢 帶入到他的畫中 這次呢特別驚敲的75件 包含這個油畫以及水彩 歡迎你有興趣的鄉親 到4月25號截止 歡迎來到我們縣令美術館參與這次的藝術大展 他一邊請進去 有興趣的藝術大展 歡迎我們在拍照 這些藝術大展 歡迎在拍照 歡迎對決來的 來一邊請進去 有興趣的拍照 請進去 的初詞 我現在要來這裡 有一邊 通常我們就在拍照 我就沒有要來這裡 那這啊 這一邊 他靠近平的景色都不見 谢谢大家